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栏目身上大多有青铜箭头或者被刀剑劈砍过的痕迹 有60具是缺少头骨或者躯干的 还有14具是被钝器或石头杀死 经过多番的鉴定 专家们认为这些海骨是当年在长平之战被摆起坑杀的教军 考古专家感到奇怪的是 130具尸骨中只有一具可能是被活埋的而已 另外专家还发现长平之战过去了2000多年 但是埋葬尸骨的泥土厚度只有一尺多 如此薄薄的土层根本是不能活埋一个人的 因此有专家说道 到了今天我才知道40万兆兵不是被摆起活埋的 为什么专家会有这样的感叹呢 原来在过去史学专家往往将坑杀解释为活埋 但实际却不是这样 活埋是将敌人活埋 而坑杀是杀死敌人再埋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从后来对战场遗址的发觉来看 白起被后世人误认为是将40万兆军活埋 其实是错误的 白起其实是用了坑杀的方式 饿了46天的兆军 面对秦军修狠的屠杀根本是无力反抗的 虽说后世的人误会了白起是坑杀的方式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白起带人的秦军的确是杀害了40万的赵军士兵 估计当时的场景已经是血流成河了吧